基本上就是一到九次 所以上个礼拜的东西在这里 那个连结的影片也在这里 所以回去假设有一些部分 你实在是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没关系你回去再拔一些重点 回去再看过 当然不是只有上个礼拜的部分 除了上礼拜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看到从第一次上课 第一次的东西 然后一直到往后的几次 假设你有些地方 还是不是很清楚 或者你即便清楚 但是还是有些地方 很容易就是观念 它不是一下子马上可以理解的话 那也许再把这边重新看过 那我是建议 因为下礼拜 等于也许晚上就不上课的话 也许如果讲还有点时间 建议再复习一下 或者是说 我们这个证照考试 我们是只有教一到六类 那如果还有七八九 我是建议 可以继续把它全部做完 做完之后的话 当然你可以升临一个目标 也许真的熟了之后 可以看考虑要不要去考这个证照 难度是还蛮高 费用级也不低 1800其实跟国际证照已经快要接近了 但至少你考过的话 我觉得就拿一个资格吧 就一张证书 就跟各位今天结束的话 当然也会有一个结议证书 不过这个结议证书 至少是证明说 你在这三十个小时里面 是坐在教室里面 但是有没有吸收到 其实每个人 当然就看个人了 因为中医其实说真的 难是还蛮难的 而且你要一下子 马上可以学了 学了马上可以用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不见得每个人 学了之后马上就通了 那所以像这个考试 这个程式设计部分的话 其实你要能够达到 能够在业界 能够开始去写一点程式 至少像这种基本东西 第一个一定要熟练 所以如果你还没达到 熟练的阶段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想办法 比如说证照考试 是一个训练的方式 像今天那一题好了 D60二题 他如果说叫你要什么 输入什么东西 输出什么东西 那你要能够中间把那个 缝回圈跟逻辑判断写出来 而且很快的 很顺的写出来 然后最重要就是 一个字都不能错的话 那当然是需要训练的 OK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达到这种 又快 然后又正确的阶段的话 那恐怕就是要花一点时间 那当然我觉得 除了说不断的训练之外 还有有些观念的厘清也很重要 所以有些部分 假如说听得不是很清楚的话 可以回去再把这些 通通再说了解一下 另外的话 还有一点跟各位讲 第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就用懒人包 OK 就是这个懒人包的话 第一次上课我会讲到 我是放在我们云端上面 所以我建议这个云端 云端上 另外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云端 如果你担心将来这个资料 将来会找不到 因为我不确定 不保证说这个云端上的资料 永久都存在 或者是永远都不会变换位置 或者永远不会说 就是长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担心说将来 会找不到或者是有什么风险的话 其实建议各位可以把它备份下来 那当然你不要现在备份 回去现在备份没关系 因为即便上完课 不会说这资料马上消失 那你回去的话 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整 如果你要备份 你就把它整个下载 到你自己的电脑 或者你再把它传到你自己的云端上 这样的话呢 当然就一劳永逸了 OK 还有一点 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呢 这个 因为除了这边上课之外 其他地方是也有上 这个类似的课程 也是python 那安装环境部分的话 一直都有同学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就懒人包 那就是说呢 懒人包安装的时候的话 会有那种 所谓的那个 找不到java的问题 所以我这边就特别 帮各位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如果 你们假设老未来遇到那种 找不到那个 就是 那个什么 Java的问题的话 那我在新的版本 有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 干脆直接帮各位把那个Java 放到这Eclipse里面 那以后的话 你只要 假设你真的找不到 而且你真的也不确定说 你那个Java安装的到底是不是对的吧 因为Java有分64跟32 如果你装错也乱不起来 那怎么办 特别主要 如果说你假设一开起来会有那个问题的话 你就直接设定哪里 就是把最新的这个版本下载解压缩 然后呢 你就按这个右键 把它编辑一下 哪个啊 特别主要是Eclipse的这个执行档 旁边有一个设定档 叫做Eclipse.ini 那你就直接按右键把它编辑一下 编辑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我这边加了两行啦 一个是这个-VM 指的是它的Virtual Machine 其实Eclipse或一般程式只要是Java写的 在执行的时候都需要Java这个Virtual Machine 所以那底下这一行就是它的路径 那也就是说我把这个路径什么 把它放到因为我现在是装到C碟底下 所以C碟底下特别知道我们现在是C碟 C碟底下会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Eclipse.python 就这个路径 然后底下会有一个Java Java里面有个bin 实际上是用底下这边有个exe 用这个去run 这个Eclipse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它就run不起来 那我假如我demo一下 如果说我把它改 我故意改成不对的路径 比如说把它改成D好了 那如果说改错误的话 你会发现我现在把它 这个值把它关掉存档 你把它run一下 你会发现 它就会出现这个讯息 什么呢 这个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就这样 其实这意思就是找不到Java的执行环境 那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以后你不用装Java 你直接怎么样 修改这里就好了 怎么修改 按右键编辑 你就把这边的路径 改成C碟底下的这个目录 底下Java的什么 Java里面还有个bin bin里面还有这个 其实这个把它打开了 bin在这里 然后里面的话会有个Java W.ex 就这一个 OK 其实就是利用它去run 那所以呢 我们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路径改成C碟 假如刚刚run不起来 我现在如果把它改一下 改一下之后的话 然后把它再存档 这时候呢 开启你会发现呢 就没有问题了 版本的话是2019的06 6月的版本 把它开起来乱就OK 好 那另外的话呢 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之前还有同学 这个懒人不知道要什么需求 他说老师 就是我希望 那个 我们开发环境呢 有没有可能把它变中文的 他就想说 执行起来 看起来 怎么讲 上面都是英文的那个 相关的这个menu 他觉得用的感觉好像不什么friendly 所以他希望全部都变中文的话 那跟各位讲 这边有个guahutw 意思是说 这个懒人包呢 如果你把它解压说 它就是中文化版 不过这个中文化版 里面不是所有的讯息 都是100%中文 因为它是有人帮忙翻译的 它叫语系的一个专案 那里面大概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中文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还有一个部分36位元的 这什么呢 就是说呢 有些同学还要用windows7的36位元 他说老师我都是36位元 64我没办法run 怎么办 不然你就装这个 32位元 一样可以run 另外的话呢 其他还有什么呢 同学问到说 老师那还没有更新的版本 有这边有个news 最新的版本 2020的 ok 然后还有python是304的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新的版本 也有新的懒人包 不过有同学说 老师那新的跟旧有什么差别 最大的差别就是新的 其他的什么 我觉得是差不多啦 ok 如果你有你想我喜欢用新的 因为有些人就是喜欢用新的 就旧的他就觉得用 就用起来怎么就觉得好像不是 那么喜欢 那你没关系你用新的没关系 如果用起来我觉得差不多啦 差不多的东西 跟各位讲一下 懒人包上面有一些更新 那当然呢 我们上 这个第一次上课 他有提到啦 假如你打开之后的话 基本上 就是去把它开起来 我把它换 因为我现在有新有旧有 这个有中文版的 我让一下各位看 中文版 而且特别是说他们不会互相打架 也就是你可以 解压出好几个版本 目录名称不一样没关系 他们都可以和平共除 ok 所以你可以装好几个 每个版本都装没关系 只要资料夹名称不一样就好了 ok 因为其实 这个Eclips的优点就是 第一个他档案小 第二个的话呢 他免安装 然后你带到哪里马上就可以开发 我觉得这一点倒是还蛮不错的 那我就可以把它启动了 你会发现这上面的讯息 就全部呢 都会是中文化的讯息 连这个上面有没有 正在启动伺服器 它跑的状态 那打开之后的话 上面的menu 那也都会是 这个中文 有没有 这边都中文的 中文的 ok 所以不过这有些不是 大部分都中文 至少如果假如说 你对于那个英文的 这个界面 有点障碍的话 那你刚才装这个 有什么差别 反正只是说 它里面的讯息变中文 其实跑起来也是一样 ok 这个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如果你需要 这个中文化的版本 那我当然我们上课 我用旧的这个 打开 而且互相不会冲突 反正可以装就ok了 好 那当然开发环境 我是建议各位 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 当然 至于说像有些同学 用别的开发环境 那也可以 主要是写程式 都不影响 这个环境我是还蛮推荐的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今天 前面我们写的就是这些程式 如果将来你要把它备份回去的话 记得你可以从哪边 从这个 什么 file里面或档案里面 找到switch switch就是切换 workspace 你可以再找到 workspace里面的other 有没有发现 它这个时候就告诉你说 你现在 这些专案 这些module 它是放在这个目录里面 那你可以把这个目录 这样的话 你之前写的 也就通通都可以把它开起来了 大概是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些相关设定 那今天的话 接下来 还有一点时间 就是我们 最后一堂课 其他还有什么 论坛 还有 里面的东西 也许 建议各位是把它备份起来 甚至 连那个什么 连这个里面的影片 也没有 如果你担心说 之后 不然保证说 它永远都会在 所以 如果你想要备份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备份起来 方法很多 自己找找看 甚至呢 连python里面 其实也都有下载 那个youtube的外挂 ok 甚至你也可以用python去写一个 如何抓取那个 这些影片的 这个对应的程式 我印象中好像在哪里 你可以找python 如果你要写这个外挂 但我目前还没有交到 这个外挂的这个部分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想要再研究的话 你可以到python 里面的话 这边有个叫pypy 有没有 这个所谓的pypy 这个就是python的package 所谓的package 有点像外挂套件 你在里面如果说你要找什么 我想要去下载那个youtube的相关东西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打一个什么youtube 这边的话呢 其实就有很多 有关youtube 我印象中好像 这些youtube 好像有一个是 这些有 基本上 好几个 或者你可以前面再打一个download 就是你可以download youtube 这样 这边有 这边就有什么youtubedownload 有没有 或者是这些 其中第一我看一下 理论上他就有教你怎么样 就是去下载那个 就是youtube的一些方法 OK 那这边可能要找一下 要安装它 然后再把它挂上去 我印象中之前有用过几个 都还蛮方便 只要给他一个播放清单 那就帮我把那个播放清单里面所有的影片 全部下载下来 到你指定的那个目录里面去 OK 好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再来看那个第六类 所以请各位待会再帮我开启 第六类的这个题目 那第六类里面的题目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放在这边 那第一 这个602题目里面 他有讲了一题 叫扑克牌的总和 这个扑克牌 他要做什么事呢 就是说 他今天就是输入五张这个扑克牌 那请你帮忙把这五张的总和算出来 可是问题 这一题 这一题其实最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他输入J 那你就要把它转成11 如果输入Q就是转成12 输入K就是转成13 输入A的话呢 就转成1 意思就是说 其实只有 这四个东西会被塞 需要被筛选出来 他输入的话 这杯子你就要把J 就是变成11 意思类推 那所以呢 底下的话就是 假设输入一个 两个 三个 K要把它变13 3 变成1 最后把加总结果把它做输出 那这个部分的话 程式该如何写呢 所以 特别说一定会有Input 有没有 Input 所以其实前面讲过 Input 但问题要输入五次 他这边有有讲五张牌 五张是固定的范围 所以要用4为圈 for i in range 里面就放个五就好了 因为0到4 输入五次 OK 然后里面的话就输入一个Input Input之后的话 把那个值丢给那个 丢给这个 这个一个变数储存 然后我们做什么 理论上是累加 可是累加之前会有个问题 如果它里面呢 假如是JQKA的话 那就把这四个东西转换成分别 11 12 13 1就好了 然后把它累加起来 OK 所以基本上 这是一个破回圈 加一个累加 然后里面呢 多一个逻辑判断 就可以把程式写出来 那至于怎么写 请各位试一下好了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最好了 我建议就是说将来你在学习Python的话 或者将来在考试 如果你想要考得顺利的话 建议是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写都没关系 变数名称也可以取自己习惯的名称 也都没有关系 那for year for i in range 其实就输入五嘛 然后输入Input 一样记得要转型 丢给一个变数 再判断 不过判断可能 你就Input你不能先转型 因为你转型的话 那 不 他可能输入的是 是JQK的话 那就 会发生错误 所以呢 先不转型 再去比较 如果是那个数字 就把它转换成一个 另外一个值 再做累加 OK 那这部分呢 该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试看 这题其实 还算是简单的 超 嗯 很 semaine 你 要